亚洲循环经济会展盛大展开 本届商业创新模式专区 业者一军环科以备清料部专利回收技术 成功分解出料部三原料 绒毛纤维 功能性素粒 吸水性素质等 提供各项工业与名称用品再次 吸引海内外产观学各界目光 还原到接近像新料的等级 相对的也可以提供很多循环材料 给一些大的这个品牌商使用 包含像金百利 像富宝 那我们现在也就锁定这两个上游 作为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 那当然你说下游的部分像台素 台素现在因为它 其实它同时是我们下游也是上游 因为它是全亚洲供应这个SAP吸水源 就是尿布关键成分最大的公司 那它也是这个塑胶相关的 这个制品的很大的供应商 尿布回收 降低对地球资源负担 与环境污染又可进行循环使用 分解还原的材料有效降低再制成本 过程从回收 清洗 破碎 分解 还原等 专利技术在相关水资源上达到循环使用 实践资源永续供应目标 因为紫尿布能够回收起来在互原为材料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般在讲 这个垃圾变黄金 那也减少这个地球的排摊量 所以这个全世界都重视这个碳中和的这个问题 将来一定对我们这个尿布会说 这个对碳中和是有很大的帮助 尿布带来的生态影响 已从应有而市场转变成高龄化社会需求 现阶段使用焚烧或掩埋方式 有了更友善的应用发展 这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更是人类共同目标 业者从立体策略思维 提供全球跨产业供应链 环境一体解决方案 从台湾出发 为地球村永续发展 发挥更多影响力 ASBN 林承飞 杨柏宇采访报导